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美晨 第518集 虽然他们没有遇见术 但是呢 知道这门见到秘书的可怕 无不想破解其中的奥秘啊 只可惜呢 连妖剑宗举宗之力都无法破解的秘书 他们如何能破开啊 一个个冥思苦想 但是无济于事 另一则 秦晨却已经把残破秘书彻底补全了 刹那之间 秦晨体内剑一用 仿佛要突破桎梏 跨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唉 但最终呢 还是没成功 可惜只有一张纸啊 区区十句口诀 秦晨心中一动 看来他得想办法弄清楚 妖剑宗究竟只有十句口诀 还是有剩下的 心思流转间 秦晨却没有直接站出来 向艳石酒告知自己已经补全了法觉 这简直要吓死人呢 别人辛辛苦苦没能研制出的法觉 你看几眼就补全了 这可太引人注目了 而且现在说出来 万一妖剑宗抱着别的心思 在别人地盘上 秦晨想逃也难呢 唉 看来啊 得把希望放到他们身上了 秦晨抬头 看下了韩丽等人 嘴角勾着冷笑 这韩丽几人身为妖剑宗宠子弟子 说不定知道点东西 哼 这小子看着就可恶 等进了妖剑宗 晚上定要他好看 让他知道得罪我韩丽的下场 韩丽心中猙獰的喊道 一个时辰过去了 还是没人解开密疏 艳石酒脸上露出遗憾之色 同时轰的一声 耸力地践行高塔上方的巨界虚影猛的震颤 一个宏伟的门户 一瞬间呈现于所有人面前 妖剑宠城终于开启了 妖剑宠城终于开启了 前方的门户就是传城灭镜了吧 广场上众人惊呼 纷纷抬头 看着门户中散发的恐怖气息 心中忍不住骇人 门户中霞光流转 一丝丝迷蒙的剑意营绕散意开来 让场上所有剑客心神摇曳 目光直勾勾地凝视前方 无法转移了 并且呢 从门户中不断散出一股股强烈的吸眼之力 吸眼场上的所有剑客 突然 一道无形光运从天而降 化作一层层薄纱般的剑光绸缎 丝丝缕缕 从天而降 将整个剑形高塔包裹其中 七彩的剑光如流水般不断起伏 流动 如同极光般炫满 那美丽的一幕 让无数舞者心中震撼和陶醉 诸位 燕石酒红亮的声音响彻开来 传遍了整个广场 妖剑传城已经开启 本座代表妖剑宗 欢迎诸位英杰参加这一届妖剑传城 大家应该看见了 前方就是剑光屏障 此乃妖剑传城自主散意出的剑意结界 只有领悟了剑意并且达到妖剑传城最低考核要求的剑客 才能进入其中接受传承 现在本座宣布 妖剑传城正式开启 希望大家在里面都能得到自己满意的收获 伴随燕石酒红亮的声音 所有人目光落在剑形高塔外的剑光屏障上 这就是剑意结界吗 传闻 妖剑宗对传承舞者并没有限制 但妖剑传城本身会考核舞者的 难道就是这个剑意结界的考核吗 本少六阶五尊修为便已领悟剑意了 区区剑意结界难得住我吗 走 在众人议论中 诸多舞者纷纷开始动身 刷刷刷 一道道急剧的破空声响起 冲在最前方的正是妖剑宗四大种子弟子 还有杜青城等等天才 他们速度极其之快 宛若一道道流光轻易破开了剑光结界 他们率先进入结界中 身形几乎没有任何的停顿 走吧 我们也出发 四大种子弟子 还有诸多黄极势力强者一进去 剑下的剑客也化作一股股洪流 冲向剑意结界 急剧的破空声密密麻麻 乍一看 骑马的有上千人不止 让人择舌 砰的一声 一名看起来三十多岁的青年撞在剑意结界上 不同其他舞者轻易地进入 他整个人马上被远远弹飞了 口吐鲜血 身上的骨骼也不知断了多少根 狼狈无比 超过三十六也想见 没人能瞒得过剑意结界的 有舞者见状 哈哈大笑 砰的一声 又一名青年撞在剑意结界上 在结界下方摔了一屁股堆 狼狈不堪 这哪个势力的弟子 没领悟剑意居然也想进去 此人根本不是剑客吧 这也来参加妖剑传承 这不搞笑呢吗 一些超过年纪 或者剑意方面不达标的舞者 心存侥幸 试图闯入其中 自然被剑意结界狼狈地排除在外 成为了众人口中的笑柄 妖剑传承 是剑客的传承 但如何判定一名舞者 是不是剑客呢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就是剑意 不管舞者修炼的功法是什么 最强的手段是什么 想进入剑意结界 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就是得领悟剑意 这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 毕竟连剑意都不曾掌握 如何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剑客呢 当初王启明和幽谦雪 那可都是D级阶段 已经领悟了刀意和剑意了 正常剑客 五阶宗级往往也能领悟剑意了 剑意都没能领悟 别说是剑道高手了 恐怕连剑客都算不上 刹那间 场上所有人几乎都进了剑意结界了 接下来便是剑意的考核 只有挡住剑意结界中的剑意 便可以进入传承秘境门户之中 接手传承 整个剑意结界距离传承秘境入口 长达数百丈 其中越靠近门户的入口 剑意威压越强 一旦抵挡不住了 便会被推出剑意结界 失去传承的机会 啊 如此简单的考核 岂能不过呢 诸位啊 我先走一步了 先进来的韩力和杜清成哈哈一笑 姿态狂放 他们俩看都不看 速度不减 直接朝剑形高塔上方的门户掠去 简直是周围压迫而来的剑意为无误啊 翁的一声 韩力和杜清成所过之处 两人身边剑意纷纷退避 仿佛主动打开了一个通道 任由两人略入上方的剑形门户中 消失不见了 韩力和杜清成身后 徐燕 陈思思 冷清风 水月经 杨领几人同样飞绿而起 一个个是无比轻松 根本不受剑意结界的压迫 轻松进入传承秘境 哇 这也太夸张了吧 刚才发生什么了 这剑意结界里的剑意 怎么全部退开了 主动任由他们进入呢 是啊 难道妖剑传承还认人呢 人群震撼纷纷议论 什么认人呢 一群傻子 分明是他们在剑意领悟上极为逆天 刚才主动释放剑意 摒弃了剑意结界的压迫 这才造成这个结果的 妖剑宗种子弟子 在剑意领悟上 恐怕已经达到大成了 他岂会在意这种小小的剑意威压呢 真是有够蠢的 但很快呢 也有人解释 并且流露出嘲讽之声 身形晃动之下 直逼传承入口 瞬间没入其中了 虽然是不如水月清他们轻松写意 但是呢 也是简简单单 不为所足 显然 建议的领悟上 也是非同一般的 走 我们也进去 秦晨早看出这些了 跟游千雪说了一声 身形一晃 嗖嗖嗖 两人穿过门户 马上消失不见了 走吧二弟 我们也进去 叶无明和叶无道 两人紧随秦晨 也是轻轻松松 进入了秘境 事实上呢 整个厂上数千人里 起码百分之九十以上舞者 都能轻松进入秘境 毕竟这是建议考核呀 只是删除一些烂鱼充数的 一般呢 只要把建议领悟到小城 便足以通过了 而正常情况下 一名七阶五王级别剑客 若连小城建议都没有 那根本是毫无前途的 进入七彩建光门户之后 秦晨顿时感觉 好像是从泥枣中穿过 充满了质色感 但是呢 穿过这门户 却有一种全身一松的感觉 秦晨发现 自己站在一座悬崖之前 映入眼帘的 是一并并通天的建筑 直通幽深的悬崖深处 云雾之中 此时所有人 站在无数的建筑前 拧着前锋 看着深渊深处的尽头 另一侧的天地 这便是腰间传承的 第一关考核 建道之路 秦晨数了数 无数建筑 不多不少 刚刚好一百零一条 这便是所谓的 百建大道 建道当然不止一百条 但这里呢 却以一百来代之 而超出那一条 称之为无上建道 秦晨发现 这些建道之路 并非一模一样的 从两侧到中间 建道的道路 有窄到宽 其中 九十条建道 都是一丈宽 呈灰色 跟普通建体 没什么区别 但是呢 中间那十条 则是不同的 十条为银 一条为金 这便是百建之道 中间那金色建道 据说是无上建道 传闻只要能登上 金色建道之人 必能成为九天五帝 建中帝王 至高无上 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步入其中 你啊 你想太多了吧 别说无上建道了 哪怕十大建道 你恐怕都未必能登得上 传闻 只要登上十大建道的人 定然能成为武皇强者 但你可知道 幽建传城开了这么多年了 究竟有多少人 登上十大建道之路吗 呃 多少啊 不足五十 但 能登上的 最终无一不是八级武皇 幽建宗的历界宗主 或者是 太上长老啊 传闻啊 幽建宗第一任宗主 就是开启了幽建传城 后来踏上了第一道十大建道 最终在建道感悟上 突飞猛进 跨住了武皇境界 你 你能比肩幽建宗第一任宗主吗 啊 这么厉害啊 那历史上 登上最多建道的 究竟是谁啊 啊 是三百年前 幽建宗第八任宗主 林建皇 传闻此人当年二十七 以七阶中期巅峰武皇之境界 激活了九十三道建道 最终成了八阶中期巅峰武皇 威震北天狱啊 啊 林建皇啊 传闻是北天狱最强的剑客之一 当年在八阶中期巅峰 以无上建议 闪杀一名八阶后期武皇剧情 名震北天狱啊 后来进入武裕之后 销声匿迹 不再出来了 啊 最强的才激活九十三道啊 那这无上建道 究竟得何等建道修为 才能激活呀 人群震撼 议论纷纷 秦晨也凝视面前的 一百零一道建道 每一条都蕴含着 可怕的剑制气息 最中间那一条 连他也极为心计啊 而且两侧的九十条 灰色建道 仅有一丈宽 中间的十条银色建道 则变成了两丈宽 最中间的金色建道呢 足足有三丈宽 散发着可怕的灵力建议 直冲硝寒 同时 在众人议论中 他也明白了 剑制大道的难度 传门 传门这个妖建宗 在北天域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了 无数年来 仅仅只有三十八人能踏上十条银色建道 平均下来 每百年 甚至只有两三个 一百年时间也只有两三人踏上银色建道 可见其难度之大呀 诶 那如何能激活剑制大道啊 很简单啊 你必须站在剑制大道前 以心去引动 释放自己最强的剑道感悟 然后呢 便可激活两侧剑道了 你的剑道感悟能踏上哪一条剑道 哪一条剑道就会发光 你可以踏上最终激活那条剑道 至于其后的嘛 就不能跨上了 否则便会失足跌落悬崖 而从悬崖跌下去的武者呀 不仅仅被淘汰了 甚至没听过活着出来的 在这儿啊 你可别想飞行 想通过考核 必须引动剑道 从剑道上过去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本来还有人想直接跨上后面的剑道 看看究竟有多可怕 可现在一听呢 跌落悬崖会要命啊 纷纷打消了念头 他们过来呀 是来接受传承的 可不是来送死的 在周围人议论的时候 已经有人上前引动了剑道 人挺多的 因此诸多剑道也不断闪动滑光 好像弹琴一样 无比的热闹 虽然每次都有数十人上前引动剑道 导致灰色剑道不断的闪烁着 但最终呢 每人引动哪条剑道 感知都会十分清晰 仿佛被彼此吸引了一样 但是呢 正如之前众人议论的 每一个人可以引动银色剑道 一百年也只有两三个能登上去 哪个都是剑中之王 盖世天骄 绝非随便一个剑道天才能引动的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北天玉在天武大陆较为落后 若是此妖剑传承出现在五玉 能激活银色剑道之人 绝对会乘以十倍不止 片刻之后 已经有数百人引动剑道 纷纷跨入剑道之中 没入了无边雾气 消失于众人视线中了 但是呢 其中引动最多的一人 仅仅只是76条